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GARINA超級聯賽 我是主播可依斯古德 我是Best Deus 對,那今天是禮拜天 是本週超級聯賽的第三天 那在今天一樣會有兩場比賽帶給各位觀眾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一樣的先看一下聯賽目前為止的戰績表 那在聯賽目前為止的戰績表上面 現在已經以賽27場 那今天是本週的最後一天 那在位居第一和第二的是 台北安插星和新加坡先鋒 那在第三名的部分 因為第三名西貢小丑隊 雖然最近去拿到S2的參賽權 但是在昨天的比賽還是輸給了這個新加坡先鋒隊 所以其實他現在是在水平上面 越來越像 那看到掉到五成勝率了 那我們真的希望說西貢小隊 在今天的比賽的時候 也可以加減奪力 那當然 在第四名跟第五名的部分 是結合獵人隊跟馬尼亞獵鷹隊 那最近這兩隊的狀況好像也不在狀況裡面 對,就是他們現在一直在水平底下 一直在不斷的掙扎 浮淺還是淺不太上來的感覺 那希望這兩隊可以多多加油 當然還有大家最喜歡的曼谷巨人隊 到底有沒有辦法 忘記講夜了 我每次都忘記 我不是忠實粉絲 那到底曼谷巨人隊 到底有沒有辦法在這個聯賽之中開湖呢 也是大家最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 好,那看完戰績表之後呢 那今天的比賽應該是會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呢 那在今天先跟大家介紹 晚間的兩場比賽 就可以跟大家說分明 晚上第一場是馬尼亞獵鷹隊上新加坡先鋒隊 那新加坡先鋒隊自從這個在S2 S2的私利之後 好像就是咬到重鎮旗鼓的感覺 對,所以說他們只要上 前兩天那個對西貢小偷有比賽 然後我們就感覺卯足全盡的時候 一定要把他打爆就是 一定要再把他努力回來的感覺 對,因為在這個東南亞決賽之後 沒有辦法去洛杉磯 我覺得對新加坡先鋒隊來講 應該是蠻大的一個打擊 畢竟他們在聯賽都是排在這麼前面的位置 好,那重點來了 那在晚上9點鐘的第二場比賽 是台北暗殺星對上西貢小丑隊 對,這一場比賽就是對台北暗殺星對上西貢小丑隊 對,這一場是一個排位賽 對,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說什麼叫排位賽 因為其實台北暗殺星跟西貢小丑隊 就是分別代表台港澳區 台港澳區再加上東南亞區 要去參加這個洛杉磯的S2的最後的決賽 那Railout的原場就是要把在今天這場比賽 來決定是他們在S2的排位賽 那就是這場比賽的勝負會關係到他們 最後在洛杉磯的這個應該說是 比賽的分組方式或者是說位置都會有關係 對,所以今天這一場 台北暗殺星一定有火力全開 因為這場比賽真的是非常重要 對,那想必西貢小隊也會有收到這個訊息 他們會不會就是跟之前一樣就是載GPL 這一場 布長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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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布局布非常久了 那準備要在這一場看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戰術 對,我們想要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再來一個中二流之類的 中二流,對 這個西貢小隊其實在東南亞區的這個決賽 讓大家為之一亮 可以把這個新加坡先鋒隊打的這個P千年寵 因為他們還是從敗部打上來的 對,就是那個S2之後大家都對西貢小手 真的另眼相看 沒錯 好,那這個是九點鐘的比賽 那當然在八點鐘還有第一場比賽要先進行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第一場比賽的選手介紹 那在馬尼亞烈的部分 應該是跟昨天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標哥還是一樣是消失 那就是有這個照片非常特殊的Snowy是走Top 彷彿從外面聽來長矛一直喊了一聲 標哥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準備在PTP酸我們之類的 他真的很忙了他PTP準備酸人了 應該是沒有空 那今天的陣容是跟昨天一樣 但是就是跟我們在前幾次賽事上都有提過 馬尼亞烈因最近的就是一直不在狀況 好像就是沒有打出他們之前該有的一些氣勢 對,就是狀態感覺一直沒有調整起來的感覺 對,就變成說下路原本是有優勢的感覺 但是打到最後好像就只能先跟大家對方打平 那上週路就不用講了就是沒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那再來看一下馬尼亞烈因的對手就是新加坡先鋒隊 那新加坡先鋒隊 新加坡先鋒隊 新加坡先鋒隊要出現了 出現出現了 好,字幕一樣出包 所以他繼續針女友 歡迎大家到那個聊天室幫他這個 你要怎麼講 針一下還針很久 欸我這個新加坡今天沒有看到一個詭異的臉 對,詭異,非常恐怖的臉 不見得豆腐今天沒有出場比賽 那在昨天比賽是有出場的 那今天是由哈里路亞出來打Jungle 那在上路的部分到底是要由誰來打呢 到底是哈里路亞還是凱琳 這樣就是令人覺得萬味的一個地方 對,因為其實新加坡先鋒隊 他們的調線都感覺非常奇怪 因為以前那個邱尼不是打打下路嗎 然後後來跑到打中路 打打中路 對,這一場感覺又整個不一樣嶄新的陣容出來 對,說明等一下看到邱尼又跑到上路 我覺得這個也是因為這個西森圖最後決賽 他們現在應該開始在整合了,你知道嗎 沒錯,那因為雖然說新加坡隊在這個CN2落馬 但是在昨天比賽對這個西森小隊還是毫不留情 有把他們打勝利 那比較可惜的是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新加坡 沒有辦法去這個洛杉磯 但是我覺得新加坡西森隊的實力還是有目共睹的 對,所以要看今天他們出了這個嶄新的陣容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驚人的火花 對,因為其實可以看到說今天邱尼也是沒有上場的 是用這個LIFLE LIFLE是打AD Carry 那AP這種Darkness Darkness也有打過下路 所以以新加坡隊來講其實是算比較這個 令人障惡金剛摸不著頭腦的一支隊伍 尤其是現在已經要過 就算沒有辦法去參加這個S2的決賽 那想必在這個隊伍上的調動一定會有大幅度的改善 對,所以今天我覺得第一場第二場其實都真的蠻值得期待 沒錯,那第一場比賽你可以看新加坡跟這個馬尼亞獵鷹到底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馬尼亞獵鷹從聯賽開始到現在 好像就是一直想要他 就是每次有優勢的時候又被玩掉 或者是說被對方這樣反打一波自己一個失誤導致後面整個crash掉 對,常常就是 欸奇怪 有心裡想說欸奇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對,前面明明打得還不錯 但是後面就啊一聲然後整個遊戲就崩盤 好,那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那首先是選變角的部分 在藍方是馬尼亞獵鷹,那在子方是新加坡先鋒隊 那馬尼亞獵鷹先鷹掉了石頭人跟古拉格斯 其實這兩個角色是現在最強的角色 沒錯 就是最常人家用藍來ban啊選啊都會常常用到的角色 對,那在新加坡先鋒隊這邊回敬了兩個角色 則是聖跟弗拉迪米爾 因為弗拉那個吸血鬼現在其實這個 在中路跟上路都有很好的表現 就是你先選這個角色的話 其實在你這個陷入的調配上面就會變得很輕鬆 沒錯,那聖跟吸血鬼其實也是比較常ban 只是說在最後兩個ban角分別是雷茲跟摩根娜的狀況底下 有一件事情就是戴安娜會被放出來 到底有沒有隊伍想要選他呢 雷茲雖現在比較少人去ban他 就是說雷茲的這個清兵能力不夠快 很容易被人家打出一個中路的戰術啊或是怎麼樣 對,因為其實現在中路 雷茲現在比較奇怪 這種大氣晚成的英雄在現在快節奏比賽裡面 或許是不太能這麼討人喜歡的 因為如果遇到所謂的中二流推中 或是說逆EU 逆EU這樣子打上路的話 那這樣變成說節奏過快 讓雷茲沒有辦法農出關 剛剛這個工作人員有跟我們講說 這個豆腐他跑去當兵了 所以可能一陣 快要當兵了 所以可能一陣子沒有辦法打這個GPO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當兵要當多久 你要不知道新加坡當兵要不要 替那個替個拼頭出來 難怪他這麼氣就是因為要去當兵 那個眼神 眼神殺氣 我要去當兵 好那可能在這一陣子的聯賽 都沒有辦法看到豆腐的身影 那我覺得長毛會非常高興 因為他不想再看到那個噁心的臉 好這邊瑪莉要先選了伊澤瑞爾這個角色 然後用後先選了酷騎跟牛 怎麼奇怪都沒有出現戴安娜 這是怎麼一回事 沒錯就是沒有選到這個戴安娜 反而都是選這個AD或者是說這個Jungle 因為我們不知道牛到底是要走Jungle還是要走輔助 就是完全沒有要選要搶中路的意思 好那既然這個是應該是要準備騙 因為其實在瑪莉蓮這邊 最後是鎖定了史加娜蝦子 應該是八九不易時會走Jungle 對因為史加娜現在真的是一個非常紅的角色 因為在Jungle上面不管是Anti打野也很快 然後其實Gang他其實也很強 對他這個應該說是普攻會降屍 對尤其他先出了兩個跳拳之後 然後後來整個在補蝦子 之後他大局真的非常的強非常有用 但對於後鞋啊開場啊怎麼樣其實都是非常有用 對而且蝦子本身的這個體質跟彈力 其實就已經算Jungle裡面算比較坦的一些類型 那在瑪莉蓮選擇Support 今天終於不是塔里克了 今天選出來直接先選機器人 但是如果先選機器人的話可能 對方就有會Counter他的一個可能性 那如果說新加坡新風隊要把牛調去Jungle的話 可能就把塔里克給選走 我嚴重懷疑這個peak是他們看了韓國的比賽之後選出來 因為你知道韓國最後那個比賽 他們也是下路啊出機器人 然後Jungle選蝦子 怎麼樣都抓得到 對他們AD也是Eazeray 直接現學現賣 因為在這樣子的組合 其實對下路的Gang來講對蝦子來講是非常有利 因為如果說提早能抓到對方的話 那蝦子其實根本不用躲在旁邊 可以直接衝出來去抓對方 那在新加坡先鋒隊回進的兩個角色 則是全球流隊葉曲跟利命 因為這兩隻通常原本是放在下面的 Bang的名單裡面 但是這一次都沒有Bang 所以就直接peak起來 對就是放出兩個全球流的角色之後 在中期的會戰上面馬力阿英就一定要小心 沒錯 不要被中期滾起來 因為滾起來其實你就沒有救了 對那在前期當然就是 逆命的精華時期 這個6到11集的時候 有辦法多撿幾顆人頭的話 在後面的影響力會大幅提升 那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就是會變成說 風向會倒到另外一邊 好 那 現在是一個馬尼娜獵在玩我們的意思 沒錯 我們剛剛看到戴安娜想說 終於要選戴安娜 因為戴安娜這個不選是非常可惜的一個角色 對我剛剛看她選戴安娜跟卡特蓮娜 我本來想說 塔特蓮娜是一個蠻好打 逆命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打逆命的角色 因為你需要一個BUFF 高爆發角去打一個卡牌的角色 沒錯 瞬間讓她損非常多 也就算飛出去之後 她是殘血的狀況底下 可能也沒有辦法造成太多的輸出 那最後的選擇則是 這個GP 再加上這個戴安娜 那會不會又變成逆EU的一個狀況 感覺非常有可能 尤其是在逆EU的方面來說 我覺得機器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是機器人配合史加納 然後逆EU去代付一隻的話 其實是非常強行 沒錯 那這樣 因為這是處於藍方的這個原因 如果逆EU的話 那有一點點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在這個 鋼普朗克沒有辦法在 一開始拿藍BUFF 如果說沒有帶傳送的話 應該是不太可能去吃這個藍BUFF 對 這是一個選擇 就是 我猜他們可能就想 對方 你到底上路選什麼 然後我們再來考慮這個戰術 到底要怎麼運用 我覺得這是個蠻不錯的想法 喔 最後是有帶傳送 那當然這樣的話就會有 可以看對方的這個走向來決定說 自己這邊要怎麼走 因為其實以這個GP 鋼普朗克 逆EU走下路這個部分 其實在現在已經算比較常見 對 從一開始M5開始 然後後來的SK 其實用這個戰術用很多次 在韓國的決賽也有用出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就是為了要打到快推的效果 那在新加坡先鋒的最後一個 HALUYA選擇的JUNGLE 就是他的老本行李鑫 就是新加坡的這個李鑫王 對 我覺得這一場有一個很有趣的看點 就是說 在一開始的時候 新加坡先鋒要怎麼防範這個逆EU的發生 喔 欸 等一下 李鑫牛跟葉許完全沒有重擊 這個是 然後看到酷奇是帶這個補血 那這到底是要打什麼戰術呢 中四流 欸 好 葉許換了 秒換 秒換的話那就是 果然還是在騙我們 那變成說 如果葉許要JUNGLE的話 那等於說就是他的LUYA會 去掉去打這個上路 豆腐原本打的位置 李鑫要打上路 對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逆EU很有可能形成 我覺得有個很好看的看點 也就是說 你新加坡先鋒要怎麼去應對 對方有可能會逆EU發生 你會 你要先探頭嗎 還是你要先去野區 或是怎麼樣 先探頭的話就會給馬尼亞列印一個選擇 先去要調動他的位置 對 如果像 像如果你 新加坡先鋒先探頭了 然後我就 你就一定中人家逆EU 一定會中對 看你要怎麼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那到底誰要先探頭 就是你們到底前期的LV1會戰要怎麼打 對 而且你到底要不要去對面家裡插眼去抓對方的視野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其實兩邊 這樣子看起來都會有逆EU的可能性 那一出來如果被對方給發現了 那當然就可以有相對應的這個措施 對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隊可能會打一個非常牽略的方式 因為畢竟你有卡牌嘛 沒錯 然後有牛啊 這兩個都是在LV1很強的角色 對 那其實在戴安娜來講 他其實在六級以前的影響力是比較小一些些的 對 但是 Cain is better 就是你 你今天那個第一場那個家裡歐 Oh my god 那個家裡歐 欸 還好我只死三隻 Flash過去 然後開了大絕 然後只吸到一隻什麼理性 很硬的一個英雄 唉 唉 別提了 我也只是 我永遠記得 這個觀眾一直以為說 我代替別人打 然後打這麼爛 我明明就是要出工 要準備要出門 要來公司的 然後突然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幫忙打問號 我就說好吧 那就打了 對啊 你當了這麼久 那個台上講這麼久的比賽 你第一次當選手這個心情 就是怎麼樣 當選手好像那個 我原本一千五百分的分數 多五百分變兩千分 有兩千分的感覺 有兩千分的感覺 結果好像下面 好險沒有被殺的一十 這種很難看的戰績就好 但是你有Flash過去打 沒有啦 唉 別這樣了 下路家裡歐 趕快先去翻一下家裡歐怎麼玩 因為通常是 你家裡歐第一次玩 原本都是打中路 突然要去下路一打二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那個 好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在週末的時候 我們一樣都會有 週末受好康的活動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到底要送出什麼獎品 跟有獎增達的問題 那今天要送的是這個 應該是雷蛇跟這個 ROWD合作的 英雄聯盟滑鼠墊 那這個是什麼品 那這個是什麼品 什麼品 叫做 SPEX 這個桃鼠墊 那這個是什麼品 我覺得還蠻好 感覺還蠻好用的感覺 應該是蠻古老的 你看這個是雷姿 跟Catarina的造型 古老原始的滑鼠墊 那今天是會送出 三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那問題就是 有檔真相的問題是 今天TPA對SAJ的比賽 雙方死亡的比數是多少 那這個是第二場 九點鐘的比賽 不是八點鐘的比賽 那 就各位不用去瞎猜的啊 因為你就算猜中的話 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獎品 對 比賽結束之後 你再去粉絲團留言就可以了 沒錯 那比賽結束 其實我們會開放到 這個滿晚的時間 讓大家去做回答 現在題目當然 已經放到這個雷森 Razer Taiwan的粉絲團上面去了 那只是說 大家就等到第二場比賽結束 看一下那個結算的 面板再去填就可以了 不用亂猜 因為就算猜中了 也不一定選到你 對 重點是 問題要看清楚了 不是回答 肯毅是古德今天的死亡 那應該說 貝克上一次 上一次死了 三次加起來是多少 然後大家回去看VOD複習一下 還是比較好 拜託大家不要看 我至少 後面兩場比賽 沒有死那麼多 只是每次都被那個蘭特 踢出去來死掉 最後完全就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後面都沒有看 我只看第一場 一直看第一場是不是 大學 順過去 喔沒有空大 沒有空大 在吸一隻坦克 對 吸一隻坦克 對 對 那 今天長毛說要笑爆你 他今天不在這邊 我要在代勞他 他大概已經在外面那個 聊天室已經開始笑爆了 我覺得 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 再加上我現在根本沒有登出 想必我又被玩帳號了 你知道嗎 被盜帳號 對 沒有關係 反正已經被玩習慣了 因為導播跟我說 進來提醒他們 反正我已經玩到快爛掉了 已經沒有關係了 好 那在今天八點鐘的比賽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兩邊都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組合 就不知道要怎麼去進行 對 我覺得從LV1開始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 然後看那個 新加坡這邊中期這全球流 要怎麼滾起這個雪球 而且剛剛其實我們一直在提說 會不會是Hallelujah走Jungle 後來不是 因為後來覺得說 因為在要讓這個夜曲 因為夜曲其實因為大學改短 可能有他走Jungle會比較好 走上路的話 可能沒辦法傳到下路 對 一定要把這個全球流給佈置出來 沒錯 因為卡牌跟夜曲 真的是很容易直接打爆下路 對 打爆下路再多吃一次 對 好 那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那是第一場比賽是由馬尼亞烈鷹 對上新加坡先鋒 藍方是馬尼亞烈鷹 那在紅方這邊 紫方就是這個 新加坡先鋒隊 那一開始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隊 已經很明顯 就是說他們要打一個去年 就是現在藍BUFF這邊差 其實兩邊都是 這個是一個 鏡像的開局 鏡像的開局 你說一個在1點鐘 一個在7點鐘的方向 但是我覺得馬尼亞烈鷹會稍微打一個手 比較手勢 然後因為很危險 因為其實前期如果衝出去的話 對方有這麼多 對 很強的角色的話 你出去是很危險 除非是用機器人抓 抓到一隻的話 就有非常可能性 可以由馬尼亞烈鷹這邊取得優勢 但新加坡隊整個5隻就入侵到對方的家裡面 擺明就是要偷籃了 那這樣的話 其實已經被馬尼亞烈鷹對看光光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先秀出來的這一方 那就可以看到馬尼亞烈鷹就可以馬上做一些相對應的 對 這邊他們就 我覺得新加坡就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有機器人 如果先拉過來被先打死一隻的話 對 看來是已經全部躲在這個 好像很久以前塔里克裝死的地方 要準備抓人 抓到的話就完蛋了 這邊真的非常危險 一個抓 沒錯 抓到牛 抓到牛之後是瞬間把牛血放倒到一定的牛的閃現 再加上VYY的一個Q取的這個手殺 對 你看看這隻眼睛有多重要 沒錯 我們一直提到說 在一集的時候 哪一邊先秀就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雙方都有非常好的一個這個gank的能力 對 因為那個眼睛就是提供那個視野 然後因為其實馬尼亞烈鷹這邊只有一個機器人一個拉耳 他其實都沒有其他任何技能 所以他們來一個稍微手勢的情況 然後查一隻眼睛 然後你過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弄 沒錯 那剛剛抓緊抓得非常漂亮 看一下剛剛的重播 直接就往前衝 看到對方已經傳過去抓過來牛 牛還來不及敲 敲 敲起來其實已經血就快要沒有了 這邊一開始很危險 就是一開始浪費了打藍的這個時間 那對於後面的gank其實也是會有一點 就是你一個jungle的手 就是時間被打亂之後 其實整個就會打得很不順 對 再加上現在牛的這個flash已經繳掉了 那更不用說下面gp可以過得比較快火一些些 那果然馬尼亞烈鷹就是採取這個逆EU的方式去做開局 對 因為有帶teleport的上路 其實很容易就會做一個逆EU的情況之下 那因為你在下路嘛 就是開箱開箱開箱 然後撿兵就打到沒有血再回去 然後再傳回來 對 你再傳回來 然後補了幾罐藍水幾罐紅水 然後過來繼續撿兵 那其實長期來說 我覺得上路那一個沒有準備的人 你就會死的比較慘一點 沒錯 那就要看說在下路新加坡隊 會不會去做一個提早4-5分鐘把塔給推掉 逼迫這個gank沒有辦法再塔下農兵 那我覺得在藍方逆EU的好處就是說 你上面有兩個人嘛 那support可以 配合著jungle一起去入侵對方的野區 對 那只要你在對方 假設你在對方的紅buff啊 或是飼鬼入口那個草叢 插一隻眼睛 然後配合jungle過去 那其實對方的jungle會不會變很痛苦 因為紅buff那一區其實是東西最多的地方 沒錯 那就是藍方為什麼說逆EU會比較好 比子方還要好一些些的原因 因為就是可以這個 用這個jungle去幫忙去把這個對方的野區 搞的亂七八糟 更不用說是選這個機器人 這麼恐怖的一個support 對而且EU對上全球的好處就是 你 你傳下來 對對你卡牌六級之後 你也不知道傳到哪個地方去會比較好打 因為你看上面只有一個人而已 你傳上去也才二打二啊 那傳下來的話如果成功 沒有 他不會傳下來 因為他根本就在塔下你來幹嘛 你傳下來的話可能就會被對方抓到 對你傳下來的話可能就會被對方抓到 這個時候蝦子突然硬仰角落 上面野區要做game的 直接直踢這個依瑟瑞爾 那依瑟瑞爾是繼續有點危險 交了閃現之後 現在是宅採取去打後面的機器人 機器人也交了閃現 那這個game就沒有辦法成功 我覺得這邊的 馬尼大練這個眼睛插得 不夠好 我覺得應該要再插深入一點點 就是對方如果出來的話可以先提早撤出來 因為這樣就夾了兩個spell 像馬尼大練剛才已經壓到塔下了 那一瞬間的時候 夜區如果從後面繞過來的話 那個其實走路的那個時間會一樣 就是你還是會碰到對方 還是會碰到 這個地方牛撞了一下 結果發現後面有蝦子現在趕快逃跑 因為沒有閃現 被抓到之後敲起來 那這樣的話蝦子可能會追不太到 對 因為其實敲起來那個距離就會被拉開 沒錯 這個地方丹安娜被暈到之後 再加上夜區的時候被恐懼到血量 現在好像還有一些存活的可能性 但是在被暈到的話就沒有辦法了 閃現之後點燃被擊殺掉 現在蝦子過來是要下水餃嗎 有點危險 走的後面還是做了撤退的一個動作 對 馬尼大練這個 戴安娜我覺得這個閃現交的有點不太果絕 我如果他如果早一點交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逃掉這個game 而且如果他是直接往前閃現 如果是往旁邊這邊的話 直接閃到上面這個地方 或許他有一點點機會不會逃 對 因為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被一個艾達的狀態之下 那我覺得那一個時間點其實已經跑不掉了 扭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壓得非常的深 但是因為其實塔是攻擊力非常多痛 其實還不太敢去Dive 對 你看其實海盜就是在下面一直吃兵一直吃兵 那已經拿他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沒錯 那其實這個LIFO也沒有想要理他的意思 就趕快把塔給推掉就好了 那蝦子一直躲在旁邊 那這個時候戴安娜來到下落 但是還沒有六級 沒有六級的狀況底下就沒有辦法衝過去 其實他的這個輸出是沒有辦法達到最大化 所以現在是海盜要傳回去飛到中路嗎 中路有一大坨兵的感覺好浪費喔 對 因為這樣子直接走到下落的話 中間這個兵幾乎都是要漏掉幾乎兩坨兵以上 沒錯 海盜傳到中路去吃兵了 那是由戴安娜再繼續走下落這個部分 我覺得新加坡兵會守這個陣型還蠻好 你看葉許其實一直都在上路徘徊 因為如果葉許不來的話 很容易就是三個是直接帶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守得還蠻好 他就一直在那邊躲著啊 然後 反觀蝦子是一直想要再下落這個地方去幫忙gank 但是都是因為兵線雖然推很裡面 但是沒有辦法繞到說這個有龍區這個地方走過去的話 那或許會比較好gank一些 但是GP的這個攻擊力應該是說還沒有回買 攻擊力應該也是不太夠 你可以看到其實葉許顧比較 葉許剛剛那個gank之後 就是gank上路那兩坨之後 你看到塔的血量就可以看到出 其實兩邊打塔的速度其實有落差 就是下面的塔爆比較快 上路這個地方可能是畏懼到 怕這個又被gank 那就沒有辦法打得非常侵略 但是這樣如果是這樣對二打一的狀況底下 沒有打很侵略的話 就變成說對方李欣就可以農得比較好 對 我們再打一個逆移屋的狀況 上面這個地方李欣上六級把對方踢走 那這個地方GP開了大 但是這個空大師應該是還可以擊殺掉 把這個李欣給擊殺 我覺得這個就是海盜的好處 我還是可以丟大絕 丟大絕是可以限制李欣的走位沒有錯 他其實原本想要往後順 但是順過去還是會被緩到 那這樣的話就是GP的大絕的功用 他們真的換線欸 我覺得好有趣 對 又換到下面來了 事實上又戴安娜是做一打二 因為可能是這樣會覺得比較容易衝 因為蝎子已經在旁邊了 現在兩隻都還沒有五級 戴安娜上六之後 往前衝是要抓這個酷騎 酷騎開女武神落跑 然後再像牛敲起來 但是這樣血量還是有點偏低 還是沒有辦法GANK到 對 主要是那個蝎子還沒有六級 如果蝎子六級的話 這個應該就跑不掉了 喔 這個地方是要GANK 這個逆命 要用機器人抓 但是抓不抓到呢 暈 暈到了機器人要被塔 打了一下再打一下 血量偏低再輕量夜取飛過來 那這樣的話 機器人應該要跟大家說再見回家了 但是這個 逆命的血量偏小 GP閃現之後 開槍剩一滴滴血 死掉 但是還是被打死 還好有打死 不然就虧爆了 對 沒錯 沒打死又被塔殺的話 那這樣就是非常虧 但是其實跟他交了那麼多spell 其實也還是很難 喔 這個地方 這個戴安娜是要直接用肉身去打 但是LIFO完全不管 他直接先把他打掉 打掉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個牛的血量非常偏低 吃了點燃被點燃死掉 好 那這樣的話 還是被這個酷型給擊殺 對 因為其實當雙方面跑速差不多的時候 AD只要打帶跑 就是 喔 上面這個地方 一澤瑞爾跟李星PK交了1之後 李星跟著閃現 再加一個普攻 把一澤瑞給擊殺 對 我覺得這個逆EU打 感覺成效 配套打得不夠好 對 因為通常逆EU藍方這邊應該是要配合Jungle 一直去run一直去run 亂到對方沒有東西吃火 的時候上路塔要先推掉 但是現在反而好像要由新加坡隊 先把這個對方塔給打掉 對 就是說 逆EU的情況之下 就是 會比一個推塔的速度 如果你推得比對方慢 你現在 假設現在 新加坡西加坡隊 兩隻上來上路 那你不就變很尷尬嗎 就是逆EU沒有逆成功 對 而且現在 然後下路塔掉了 等一下龍又很容易掉 塔掉龍又會掉 對 形成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因為新加坡西加坡隊 現在幾乎這個Jungle跟中路 都已經上了六級了 那當然就是可以很順利的去做 這個全球流的Gank 那反而在馬拉列印這邊前期 沒有辦法利用機器人的優勢 把底星多殺幾次的話 那可能上六之後 就可能要打的時候 對方就飛過來 對 現在差不多應該 鞋子這個地方法 逆命拖雞精拖得非常漂亮 那這槍戴安娜的這個攻擊 再加上GP的大絕 但是逆命的鞋戴 就拖過來應該是OK 被塔給打死 是由GP取下這個Q 這個時候 庫吉順的過來要做普攻 帶來那個鞋子往後撤退 那應該就是沒有事情 對 果然還是要等鞋子六級 鞋子如果沒有六級 鞋子如果沒有六級的話其實還是 不太好抓就是 主要是你那個CC技不夠 對 如果有鞋子 你看下路那一次也是 下路的CC技只要一夠的話 其實那也很難 好 看一下這個highlight 是躲在旁邊閃現之後 直接被靖岩的瞬間 抓了過來 抓了過來之後 GP開大絕 撿到了最後的尾刀 那比較可惜是 牛這邊其實 因為已經其實上六級了 就算再怎麼打的話 或許也會打不痛 所以選擇的側腿 這個地方是要追擊 追擊酷騎 那機器人沒有抓到 翼澤瑞爾跟這個 機器人繼續往裡面 衝刺要做dive 應該是要dive 沒有Q到 那這樣的話小兵應該是要 快被打完了 機器人要漏身 彈打敲出來 逆命飛了上來 逆命飛上來之後 這個大劍還空大 沒有丟中 那沒有丟中的話 那在逆命上來的狀況底下 比較難去做這個追擊 現在就只好把塔給打掉 明顯就是 感覺馬力他在這邊 做打得很不果絕的感覺 我覺得剛剛其實有機會 瞬間把對方的副性給帶走 但是他們沒有直接去衝 這個Rivengar這個抓 還是沒有抓到 那是一個空抓 那就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打會戰 因為牛現在跟夜曲也已經 來到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你逆移屋之後 對 你這邊一坨人 然後 一坨人打一打去 打不出個手以來 但是你下路塔已經被推掉了 對 那這樣就是你看 下路其實李星壓得非常的深 他只要慢慢轉就可以了 剛剛那個龍也是 同樣情況下失去的 下面塔掉了 龍幾乎都完全守不住 因為 那個路線上就是 不夠 對就是 會變得太遠 太遠的話對方很容易 一抓到機會一吃龍 你趕過來就來不及 哇 沒有抓到 其實抓牛進來 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因為牛其實這個 本身的防禦力其實非常的痛 他也 因為牛本身就是 這個地方撞進來 庫奇撞進來 但是第二個combo沒有命中 所以就沒有辦法 喔這個時候夜曲從後面 飛了過來再交閃現 一直沒有 逃 沒有難以逃出 所以現在要繼續dive嗎 沒錯那是輪流彈場 但這個時候GP已經開了大絕了 開了大絕之後 只要選擇撤退牛 最後一個tick應該是沒有被點死 現在 這個庫奇被點燃 但是技術血量非常偏低 被這個庫奇給擊殺 那這樣的話 但是邱 戴安娜即時趕到 把這個夜曲跟庫奇 給雙雙擊殺掉 剛才交了閃現牛 血量也很低 那再把這個限制撞出來之後 惠戰還沒有結束 那GP過來趕到 把牛給擊殺 現在剩下逆命要繼續跑 跑不下去 要感覺李星在旁邊 是要默默的踢誰呢 應該是踢不到 因為血量都還蠻多了 那只要被抓到的話 逆命應該小命不保 再抓了回來之後 跟大家說再見 這個惠戰 是由馬來拉列印取得了 完全勝利 你知道嗎 因為馬來拉列印 我覺得他打一個防守 打得比較好 就是在塔那邊的時候 整個大夫進來 因為我覺得 剛剛那個牛可以多 我開了大決鬥可以多彈幾下 然後 希望會應該全部直接上 就直接把那個打死 沒有抓掉的話 反而就是說 你要一直落跑 對 你就是一個塔 在那邊干擾你的 這個走位的路線 你知道嗎 然後 因為其實如果你 三個人直接上 就直接把他打死 那其實海盜 海盜能做什麼 其實我也不太了解 海盜就是開一槍 海盜好像是從下面 直接傳送上來 跟帶在那裡上 但其實我覺得 那個時間點 如果三個人直接 把那個殺掉的話 就其實感覺 就不會有 後面這些悲劇發生 而且是 就後面就是可以看到 這個李星再來支援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 對方的血量都至少 還有一半以上 對 我覺得新加坡 要注意就是說 你 這個 全球流的陣型 在中期如果打不出一個 比較好的成果來 之後你就會看到 戴安娜跟鞋子在那邊 一直一直 走啊 戴安娜其實就算被壓的話 只要出到這個 呃 深淵魔杖 再加上這個 帽子的話 其實他的傷害就可以造成非常痛 而且持續的CC的時間 也非常久 我覺得戴安娜是一個很適合出冥火的人 對 因為其實 他那個瞬間突進之後冥火 對 我們會說要出冥火的角色 通常都會是說 你可以突進到對方的時候 但是 就是 可以冥火第一個打 打到第一下 就是冥火他那個 技能是那個打趴數 對 所以要先 先發冥火的那種角色 我覺得是最適合 然後貼過去之後 就可以打一輪 然後就打一輪 就跟這個古拉格斯一樣 衝過去的瞬間 就發現一個火球就飛出去 古拉格斯通常都是 看到一個火球飛過來 然後他的肚皮也飛過來 對 然後這箱酒桶又飛過來 然後你瞬間就 整個人就整發了 這個時候橘皮被打到 這個血量有點偏低 但是因為吃水果的原因 他應該是可以活得蠻開心的 欸現在你看 現在要逆回來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對 你逆我就跟著逆 就好像就變成說 滿拉列印是跟隨著 新加坡先鋒的腳步 來去做這個調動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不是說 主動先坐在對方的身上 這個時候要偷 是偷到了對方的藍buff 對 你知道嗎 逆衣不是你們要逆的嗎 怎麼現在感覺 怎麼好像是對方要逆的感覺 對方要逆 我們逆來順受的樣子 對 你看現在 又把這個線化 先調換過來之後 那等一下上路是不是又要調塔了 那你是不是調兩個塔 不是很奇怪嗎 對 因為現在上面逆命又過去了 所以要直接待斧再敲了一下 這個逆命又非常遠 非常近的距離 一定要把這個 鋒布朗克給擊殺掉 同時間 這個瑪尼亞列印是把中塔給破了 那是不是會趁勢把中間的二塔破掉呢 因為其實有三隻在上面 沒有是要轉頭到下路 那其實現在還有 現在大概14分鐘半的時間 其實才差了1000塊而已 對 因為其實人頭上面有優勢 只是新加坡隊多一座塔的這個原因 喔 現在是 的確是來中間這個地方 把二塔給破掉了 看到上面這個地方 新加坡隊是沒有繼續推 那這時候李星跑進來跟葉曲 這樣聯合抓抓機器人 機器人應該小命不保 但是同時間 這個一座隊友已經把葉曲給擊殺塔 也打掉了 那李星應該也拿你逃出身邊 那由戴安娜接下這個Q 你知道戴安娜加上伊利呢 瞬間爆發 直接把兩個人直接蒸發掉 沒錯 蒸發掉之後應該 機器人表示我死的增值 對 那 應該是看到在上路這個地方 這個酷喜還沒傳回家的原因 才在中間這邊就直接先打一波 對 我覺得新加坡現在真的很危險 因為你是一個全球流的狀態之下 然後沒有打出優勢 然後等一下你就會看到 後排那個卡牌 就直接被那個 戴安娜直接飛一下 然後你整個都不知道該怎麼打 對 那現在戴安娜又把自己家的這個 藍buff也吃掉 龍應該是不到20秒鐘就會重生了 那應該是全部選手都會 跑到下面來準備守這個第二個龍戰 不過我覺得這邊有點可惜 我覺得帶安娜可以先回家一次拿個裝備 也許如果你都沒有把這個裝備提升了 的話其實沒有瞬間爆發 對 瞬間爆發不會像之前那麼強 因為其實新加坡就算是被殺 但是還是有回家做回補的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打的時候 就會看說龍的時間大概有多少 你要先回去補裝 不要說你剛剛把對方殺掉之後 對方補了裝 然後再來打一波 你就瞬間又把剛才那個 拿到那個優勢又賠回去 對 你只要拿到領到錢 你還沒把它換成道具之前 其實你的傷害是跟對方倉不多 拉到人之後請先去領裝 領完裝之後你才會有開始那個優勢出來 沒錯 那新加坡先鋒隊直接就來打這個小龍了 因為可能時間抓得比較準 那這個蝎子準備要拖進來 要拖誰呢 但是上面有夜群 那應該選擇撤退 因為GP還在上路只能靠大絕來支援 這個時候往前衝 當然那衝是衝到誰衝到牛 要衝進去嗎 果然是衝牛 那牛會有開大絕的狀況底下 打不太痛 那這樣蝎子的這個機器人 應該是會被先對方給融化 那GP又K到下來開槍把這個牛給擊殺 但是機器人也被夜群給殺到現在做鳥獸散 大家開始撤退 因為在下面這個地方 鞋子只要硬打 酷騎 酷騎剩一點點鞋 哇 一起被換掉 雙雙與命 雙雙與命的話 那戰跟隊馬來人有優勢 李星也被戴安娜給抓掉 這個傷害力真的是太強大了 這個戴安娜怎麼會 你看那Pick的時候三四輪都沒有 這是什麼一回事 怎麼會有人不選戴安娜 對 而且重點就是他還沒回家回買 他的傷害就已經達到這麼大 他還沒回家 他有2500塊還沒回家 沒錯 那2500塊回家 喔不對 賺最大了 是GP耶 還有7000 總共有7000多塊 他已經三項已經出了 那這樣應該是攻擊力會非常的痛 這樣看到他 等等 我想 等等 你不是逆EU嗎 你怎麼是全隊吃最高的 那應該是這個開大決撿到不少尾刀 我覺得 你不是逆EU不是被壓得很慘嗎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錯 那應該是這邊馬來人要準備回補 雖然說兩隻小龍都被新加坡隊給吃掉 問題是在會戰裡面 我覺得這個馬來人打得很好 那雖然說一開始戴安娜是衝牛 有一點點擔心 但在後面的會戰反而是 剛好因為衝牛的緣故把對方給切開 所以馬來人一定有看那個 韓國那個比賽 然後把整個陣容學進去 就是發現你說在打這個 之前在練習的時候成效不錯 就直接搬到這個聯賽裡面使用 而且是對上這個最難纏的新加坡先鋒隊 那好像到目前為止成效都非常的不錯 現在是穩穩領先大約900塊 穩穩領先900塊差不多 我覺得因為其實要看陣型 就是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隊這個陣型來說 跟人家打 在這個時間點跟人家平手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對 因為其實在後期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馬來人會比較強 那因為要靠說這個有全球流的單抓 問題是現在馬來人好像就是全部聚在一起 就不跟你單抓了 那這樣的話等於少了一個這個 應該說是匿命的大絕來做資源的狀況底下 只能來看對方的位置的話 其實對方五隻都在一起的狀況底下也看不到什麼所以然 對 我覺得在後期來說那個 你看葉曲跟李欣 這兩個人 這兩隻就是我覺得後期很容易打醬 很容易打醬油的角色 那其實如果前期如果做不出你要的效果 那個雪球的話 我覺得在後期會變得很好 喔 這個時候戴安安要往前衝 繼續抓GP開來大絕 但葉曲也開到直接先飛這個機器人 那酷騎是把戴安安給擊殺 一賽把機器人給擊殺 這個會真的打得很好 那還沒有結束喔 但是在後面伊哲瑞爾把牛給打光 打光之後 現在逆命繼續往後追 那GP吃了水果之後往後跑 伊哲瑞爾被李欣給黏住 但是應該是跑得掉 但是酷騎是性觀的應該會被融化掉 那這樣子的話李欣在順走 沒有被塔攻擊到太多的血 這個時候逆命再傳 要傳到哪裡 傳到上面是要打蝎子 再加一個普攻 還有帶Oracle如果打掉的話 對於新加坡隊來說是非常賺 再抽個紅牌 黃牌 黃牌丟出去之後 應該無力回天被擊殺掉 那應該要不要偷吃巴龍呢 然後朋友要回船 因為這邊其實 在19分之中的時候 其實這個打巴龍其實有點累 很危險 對 而且對方的GP還沒有死的話 其實 一個人來鬧四個都夠 因為那個巴龍在前期的傷害是非常痛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李欣要打塔 那GP要打塔 喔 李欣抓到小兵 但應該就 他有三上之力 對 三上之力會繼續黏 李欣繼續被黏住 等一下要禁言 有要繼續追 沒有 對 剛剛那個會照 我就想說就是 馬尼亞烈鷹我覺得集結的速度夠快 你可以看到其實已經打很久 ED才出現 對 那我覺得這個傷害會差得非常多 因為 只要 剛才如果一瞬間會戰 戴安娜已經去1C的時候 如果 ED已經到了 那如果ED待我的話 那大局一發下去 其實我覺得 新加坡先鋒隊 那個會戰幾乎完全幾乎完全不可能打贏 對 因為是機器人跟戴安娜在裡面談 應該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一則瑞爾才到現場 那這樣其實對於這個 必須要打這個暗王 會戰就要贏的馬尼亞烈鷹隊來說 是非常虧的一件事情 因為新加坡隊只要有辦法撐過第一輪的話 在這麼多CC的狀況底下 是可以反打一波的 對 因為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剛剛EZ在後面趕到的時候 其實他完全幾乎沒辦法輸出 對 你一直被大難追了 救命啊 一直被這個李欣 李欣其實完全沒有要打他 只是想要把他逼退 逼退成功之後 這個瞬間傷害力就已經大幅的減小 李欣他剛剛已經出了炸兵舌 所以只要被李欣黏到的話 永遠都逃不掉了 沒錯 那新加坡隊 此時是把中路塔給破掉 馬尼亞烈鷹隊是在下面 把新加坡隊外塔給打掉 只是說在沒有龍的狀況底下 馬尼亞烈鷹隊是打不到這個龍的 那新加坡隊是繼續推 推這個內塔 那這樣有兩個大難在坦的話 內塔應該也是可以打掉 打完之後看到牛 那應該是要做夾殺 那夾殺夾不夾得到就要看說 眼部的騎不騎 對 我 在步眼的方面來說 我覺得新加坡充風隊還是做得比較好 你可以看到其實整個地圖上 這個野區都是紅紅的感覺 對 好 帶上一張橘皮馬當先 一直追 追到之後閃線抓抓到李欣 但抓到李欣可能有點硬啊 但是牛也敲得起來 丹娜這個地方要做輸出 但是被干擾 一直為了開大絕 丹娜馬上被四隻英雄融化掉 拿開了蘇維亞之後 新加坡充風隊要繼續進攻 現在又由酷奇抓死了機器人 那在蝎子這個地方只要指出絕命大逃亡 李欣這個地方快被GP給打死 交了一個閃線 但是這個時候夜區也感到 這樣現在發現是李欣打這個蝎子 那同時間這個GP還是沒有辦法被牛敲起來 而隱命 這個時候 喔 李欣極限QQ到之後衝了進去 那直接上加這個酷奇的Q 把李欣給融化掉 那就需要坦打 蝎子這個地方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這邊是由新加坡隊取得一個Ace 果然是新加坡充風隊的一個風格 得理不老人 對 而且剛剛這個李欣極限Q 如果沒有Q到的話 那或許還是沒有辦法抓到 這個Q一Q中直接就衝過去 當然就是讓這個瑪雅靈 直接就全部回家等血 哇 這個巴龍打得下來嗎 我覺得非常危險 因為其實機械人跟大阿娜已經要趕過來 對 在22分鐘打巴龍好像不太夠快了 但是 好像蠻快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大阿娜沒有跟過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哇 那在22分鐘40秒的時候 把巴龍給吃掉 那應該就是快樂回家補裝 快樂推個中路或者快樂推個下路 都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如果大阿娜剛才趕過來的話 搞不好有機會可以收一個 收尾嗎 對 我覺得有機會 但 其實 還是很危險 就是你總是要去試試看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是看到 那機械人跟大阿娜離很近 就離還蠻近 因為趕過去應該是還近 機械人是比大阿娜還在快一些些 那大阿娜可能趕到的時候就是 應該是快要吃完的那一瞬間 好 那在馬拉列印沒有在 沒有巴龍的狀況底下 只好怒吃小龍 感覺有點危險 應該是 拆對方都回家了 那怒吃小龍 對 因為其實剛才這個眼鏡 已經被看到你的走向 所以這邊 對方有巴龍的狀況下 幾乎完全不可能打這個會戰 沒錯 那現在是吃完小龍之後 就仓皇而逃 因為在有巴龍的狀況底下 應該是很難去打這個 新加坡先鋒隊 那伊澤瑞爾是把紅buff給吃了 再去做回首 那回首的話 以新加坡先鋒隊的風格 百分之百會硬推裡面去Dive塔 對 尤其是新加坡這邊有牛 有牛的話其實 Dive來說其實是最便宜的 你知道嗎 進去開個大決坦住 然後其他人可以進行的輸出 對 就要看說找一個好的位置 但是還有一個隱憂 是絕對不能被抓到 要裝也是要抓牛進去 這邊GP已經把三項跟復活甲 都出來了 感覺還蠻坦的 一定等一下就會直接衝到後白 還有這個是 擦眼 那GP這個角度最大的問題 這個地方已經順了進去之後 又跑得出來 GP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容易被封的打不到 對 剛剛是要追酷騎 酷騎其實是一個 那個女武神 就把這個 GP遠遠的甩在後面 對 就是一個女武神 然後帶開之後 其他人幫他提醒住那個GP 因為完全沒有傷害 可能就會直接死去 對 那如果說在這個時候 因為其實就算是這樣 還是把這個酷騎的傷害給限制住 那我看著看 瑪莉亞列印我馬抓到 其他一隻英雄先把他給解決掉 才有可能打贏這個會長 這時候李星跑到裡面 要衝了 是要衝誰 直接先抓 大安娜沒錯 也要抓 但是牽線沒有牽完GP開的大絕 是把這個開靈給抓進去 那葉曲在這個地方與命 但是同時間 整個機器人也是被對方給打死 但是牛這邊開的大絕之後 是繼續坦 但是好像被黏得非常嚴重 所以其他隊友都在外面 還是躲過一劫 對 我想奇怪 為什麼是葉曲先進去坦這個塔 對 因為這樣直接衝進去的話 沒有把大安娜給抓掉 而且那個牽線也沒有牽到後面 反而就是讓他打一波 把葉曲給打死 因為主要來說 我們都會看到牛直接一頭衝進去 然後再大絕 閃線 閃線看大絕敲起來 通常都會閃線進去 然後敲一個出來 然後撞一個出來給大家打 對 然後牛就完全把那個塔上在彈出來 對 那這樣子 其實一換一的話 對於新加坡隊是蠻困 因為其實是Jungle換Support 再加上新加坡隊 是有這個巴龍靈氣的狀況體格 沒有打贏這個會戰 那其實對馬尼亞列印就是OK 我就穩穩的 輪到你時間結束就OK了 對 因為現在其實巴龍時間已經快結束了 這個巴龍的成效就沒有打出來 剛剛其實拿到巴龍可以先打下路這個塔 先把下路這個塔穩穩打下來之後 再來打下來 就是下個塔如果還沒有打下來 你下路這個塔也先賺起來 兵線都已經先推進去 對 尤其是如果對方來守的話 在這個塔其實是比較好做進攻 對 那現在比賽時間是過了26分鐘 那人同數是新加坡領先5顆金錢 先是穩定領先3600塊 其實3600在26分鐘這個時間其實賺得還好 就是還有機會可以打贏 因為剛剛那個慧珍是在有巴龍靈氣的狀況底下 是硬要打殺 但這個時候 庫奇跟伊哲瑞兒 有沒有要繼續前進 沒有在前面 然後庫奇是要追他 硬要看葉徐要準備飛過來 欸 欸 你剛才lag了嗎 怎麼奇怪在那邊看了好久 然後都不打 然後人家一走之後追出來 是不是 喔 那現在是跑到下面 小龍是他有3分鐘的時間 是要 沒錯應該是跟貝克所講的一模一樣 是要直接怒推下路 剛剛中間這邊推了失敗之後 是要把外塔給打掉 我現在其實先集結下路啦 然後因為這個巴龍這個大概還有3分 因為剛消巴龍這個時間還有3分鐘 先打一下下路 然後等一下再 去布 開始布演 在最後大概1分鐘的時間去布演 然後準備打巴龍比賽 對 那這個下路打掉的話 其實也剩半血了 那在大概那還沒趕到 中央底下一層送給對方 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在塔的這個優勢 就是由新加坡隊這邊所掌握的 他那個馬牙列印的視野 就剩下自己家裡面這個小的塔的部分 那我們把所有塔破掉之後 有這個地方抓 抓是沒抓到 抓到葉曲的盾 那這樣的話把塔給打掉 新加坡隊應該是要準備開戰了嗎 沒有 因為GP的大絕是 是干擾得滿成功的 往後衝葉曲 殺葉民血獸 往後跑 但是還是被1.6給擊殺 同時間李星最後繼續往後追 是要彈住傷害 那在同時間 蝎子也被酷奇給擊殺掉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一換一問題是 新加坡隊已經把這個兵衣給打掉 這邊可以去打巴龍了 我覺得馬尼亞電印這邊 我覺得蝎子應該有機會去 直接把對方這個carry 直接抓過來直接打 沒有抓到 馬尼亞電印這邊其實很難開戰 他其實很難開戰 一定要靠機器人抓 不然就是 戴安娜直接衝進去 但是戴安娜衝進去 現在是非常危險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 直接蝎子進去拖出來比較快 拖出來 拖一個假設你殺卡牌 先把卡牌殺掉 其實就沒有這麼難打 剛剛在抓的時候 是抓到這個 夜曲的盾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抓就是 沒有什麼任何效果 像卡牌這種出裝法 就是先出一個巫妖之禍這種打法 就是他走速非常快 你要抓他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一定要靠著 閃現先抓 對 閃現直接 硬是把你抓過來 然後所有人combo直接打 一人直接把他打死 那其實在這個會議上 就會變得很好打 因為相對於這個 酷騎來講 夜曲是 不是夜曲是 匿密會是比較容易去抓的 因為其實你只要一順過去 這個酷騎就直接飛走 你也抓不太到 巴龍已經 差不多已經快出了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集結在這附近 沒錯 那在那個 史加納的部分 也買了這個 真是藥劑要準備去 拆這個眼 當然在夜曲這個地方 應該也是會有買這個 Oracle 然後去拆對方一步 那因為現在就是一樣 誰有視野的話 就有優勢 可以先偷抓 對方的一個英雄 那在嗎 可以用抓的方式 那在 新加坡先鋒隊可以用牛 把對方敲起來 我這個是要抓嗎 但是夜曲有開盾的話 就非常難抓 因為有機器人狀況之下 眼睛就很容易變成一個被 你知道嗎 先擦一個眼睛讓你去拆 然後你在拆眼的時候 就把你抓過來殺 喔 你喔 這個地方是要拆對方的眼 那在 GP跟這個 EaseRail是 吃完紅之後 是往中路做集結 那同時間 新加坡隊趁對方 還在中路是把眼 覆的秘密麻麻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個眼區 馬來加電影 就覆得很漂亮 就是想不到所有人 都撤走之後 瞬間又被拆光 然後覆成全部 從全藍變成全紅 全紅 就等於說是 相反的一個狀況 這個時候就變成說 又要來拆眼 又要來拆眼的話 應該要拆對方 到底是不是在這個 藍buff這個位置 現在繼續往前衝 戴安娜 開了蘇瑞亞的 繼續衝進去之後 是要抓誰呢 鞋子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抓到誰 是最重要的角色 這個時候同時間 李星已經衝了過去 牛這個地方閃現 GP開了大絕 但是李星衝跟牛衝過去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CD 戴安娜跟鞋子 馬上被對方給融化掉 再加入一個閃現 一隻熱小 紅buff的中央底下 再打三下 應該就是機器人 會被三殺取得一個 Triple Kill 再加 我們有AX再加上 一座塔跟一個兵營 那應該就變成說 這次Ballon會變成FreeBallon 或者是說這個比賽要馬上結束 直接就推塔GG了 我覺得剛剛那邊很危險 就是 你馬尼亞是一個 比較弱勢的一方的時候 你這樣開著斯瑞亞 又好像跑你最 直接衝要抓 不是 看到那個斯瑞亞已經快 最後快結束了之後 發現 剛剛已經不太對 剛剛不太對 剛剛只有開著斯瑞亞還跑在最領 這是什麼樣的情形 沒錯 那把這個主堡內塔 打光之後 是把主堡打掉 直接結束掉這場比賽 那是由這個 新加坡先鋒隊取得了勝利 對 剛剛看到那個Eazer 有在那草叢 飛過來 然後被踢回去 然後又飛過來 那個 應該是說先 先被踢到之後 要踢過去先閃現 然後就剛好李欣喜過去 把他踢回來 然後再用E回去 然後又被抓回來 那個真的是 感覺有點累 一直被抓到是非常可行 那我覺得 我覺得在前期 好像馬尼亞列印是非常不錯 就是雖然說是 調性是被這個 新加坡先鋒隊給抓走 但是還是有抓到 對方的一些小瑕疵 去打平這個 我們沒有說打平這些會戰 很明顯就是可以看到 新加坡這邊的技術 是稍微略高的 因為其實 前期我覺得馬尼亞列印 是有一個蠻不錯的優勢 沒錯 然後就是從中間那個Eazer 從沒感來那個開始 那個沒感來很危險 那個沒感來就被對方抓掉 就是從那個時候 風向開始改變 風向感覺就有點改變 可是其實那個之後還是有機會 就是感覺老是 人湊不齊的感覺 就是一直被單殺 不然就是整個陣型被破掉 被破壞掉 沒錯 那就沒有辦法 像一開始會戰 我覺得這一局的MVP 應該是那一隻女王 因為很大 牛這個角色真的非常容易破陣型 對 那在後期的會戰 的確是亞利斯塔這個角色 做了非常大的影響力 也許一衝進去 他其實不管3721 只要跟著順著進去敲腳 因為其實 在馬尼亞列印的想法裡面 在最後的會戰 幾乎就是誰飛進去 就全部人打他 剛好給牛 非常好的機會 一敲三四隻全部都敲起來 你看他後期的時候 戴安娜其實是沒有什麼傷害 就是後期 因為牛衝過去暈 然後也許再繼續再暈 然後跟著三個大人 就衝過去直接把 就把人打死 對 就變成說沒有辦法 像前期有抓到這個漏洞 直接把對方給秒掉 那戴安娜如果沒有好的 進場時機的話 當然就會像貝克所說的 到後面就是第一個被抓到 主要是說馬尼亞列印這邊 可以保護自己Carry的一些英雄 就是比較可惜 對 因為其實在金錢來看 在中路跟這個應該說是 上路的 鋼布朗克他們的那個金錢 其實還算是蠻多的 只是說在伊澤瑞爾這個地方 在前期是有做到非常好的攻擊 但在後面不是被單抓 就是被騷擾 因為不是李星去抓他 就是葉曲去抓他 那就變成說 一隻是抓達安娜 一隻是抓伊澤瑞爾 那變成說要逃跑的時候 就剛好就各自分散 所以這場真的很可惜 因為海盜那個 前期明明就賺得肥肥 對 超級肥肥 結果後期感覺好像 效果好像沒什麼出來 又是 又鬼影了 對 就變成說他 開了大決之後 如果只想要保這個雷歐娜的話 其實他也保不太住 保不太住 因為衝進去的都是大男型的角色 如果是說可以衝後排的話 可以抓酷襲的話 那或許會或多或少 帶來一些傷害也說不定 對 因為其實這場 馬尼大運就只有一個鞋子 可以把對方抓出來 其實很難 我覺得很難做一個 直接攻擊後排的一個動作 所以變成說你很容易 就把火力全部集中 在對方三大男上面 沒錯 而且這也是在很多會戰 是把李星抓了進來 然後發現抓了進來 李星又順出去 那等於說根本就是 整個抓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好 那我們也恭喜 新加坡先鋒隊 取得這場勝利 那再等一下 9點鐘的時候 就是會有第二場 比賽 那這場比賽應該是 對於雙方都非常重要 是由這個 台北暗殺星 對上西貢小丑隊 因為這場比賽 會關係到 他們兩支隊伍 在Season 2的決賽裡面的 排位戰到底 應該說 文勇現在我們也不太清楚 說到底是怎麼樣的 是一個方式 就是有這個排位戰 反正就是贏了 就一定應該會有比較好的 反正就是很重要 對 贏的話就是有比較好的 一個排位的優勢 來看一下那個 西貢小丑會不會藏著 長的一大堆秘密武器 在檯面下 不給對方知道 我覺得這場很重要 比賽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 大招進出 什麼中二流 全部都翻出來 那在TPA這邊 想必一定會全力以赴 去贏得這一場的勝利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當然先休息一下 進行廣告 廣告過後 精彩的S2排位戰 馬上開始 進行廣告過後 進行廣告過後 進行廣告過後